指导书法多年,退休之后谢水木老师持续推广书法教育 屏东蒲蝉人文空间,为丰富屏东市民身心上的均衡发展 开办各式课程,宪政于空间里展出书法家谢水木老师的作品 也请到谢老师为大众开一堂书法课程 在学校教书以外,业余的时间也跟学生一起研究 那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停止 现在退休十几年了,仍然参加书法活动 那么今天回到屏东,是我五十年来第一次了 因为很少回屏东,为什么呢? 八十八号,这个公路开完以后 就直接一直到潮州 结果没有来屏东啦 那么今天来这边展览是因为 我的启蒙学生郭老师 他已经是国中的老师啦 他说,老师你把你的作品拿来挂一下 那我就来参观一下 我认为这个地方还可以 那么借这个机会啊,来跟我们这个故乡的地方父老 来共同,来请教他们一下 谢老师常言声言并指导书法 精通多种字体,笔触行云流水 犹如纸上太极 在现实生活中,谢老师也真的将太极这项养生功法 当成每天日课 打太极拳的人是养生 那么一般人讲到太极拳可能要练习武功啊,要打架啊 这些,我认为这是不学也好 这其次啦 太极拳最重要的是养生、养性 对不对? 现在,你如果心正打太极拳 你一定不会是,我也会坐呆 写书法人也是一样 写书法的人多半是文雅指示啦 那两者都是修身养生 主要的修身 那么健身,为什么啦 并且书法你在运气安静当中 你的血液循环比较流畅 打太极拳要慢 慢的话心就定 浑身都气 所以我们打太极拳练书法 我的目的就是健身 将太极的禅义融入书法 两者相辅相成 在动静之间皆显露禅义 泄水墓的书法也点缀空间氛围 有视觉与心灵上的多重感动 法界新闻吾用曲屏东采访报导 好 划 词